好,现在我们就继续的传讲旧约传道书 从三章十四节开始 对于不明白神计划的人 他有可能会教授 神的工作呢,是没有定向的 没有规律的,或是任意而做的 没有章法的 这种想法是有可能性的 但是呢,却是错误的 所罗文王他在三章十四节这样宣告 神的工作呢,是不会改变的 因为神的工作是有永恒性的 并且呢,他的工作呢 神的工作是完美的 并且是呢,不会更改的 也就是说,无可加增 也无可减少 那么神定义 照着他自己的计划 不可更改 也是不可撤透的方式 人撤不透的方式来行事 所要的呢,是要人在他面前 存敬畏的心 从第四五节开始呢 所罗文王他又讲到像第一章第九节一样的 自然界的事情呢,是寻回重复不已 那么第十五节呢,所罗文王也说 现今所发生的事呢 其实啊,过去就发生过了 那么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呢 过去就已经有了 所以事情是这样重复 重复反复的发生的 现在我把前面所说的归纳一下 那就是 人要配合着神所决定的时间和节令 由于人只有短暂的生命 由于受着时空的限制 人对事情的了解 不像神这样从头到尾 全盘掌握 全盘了解 人有时看得出神的一些作为 但大部分的时间呢 是一无所知啊 在四四循环不息的一生之中 我们要敬畏神 在神的恩典中 存感谢的心 接受神对我们的计划 享受 神给我们的 在今生的祝福 不但如此 如果我们 接受了神对我们的计划 遵循祂的命令 敬畏神 我们在今生的劳苦呢 在永恒之中呢 也不是落空的 因为神 祂能够掌管 计划 整个宇宙的事情 神当然也是不会忘记人的 那么索那门王啊 看到一件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情 人们或者会 对神 他在适当的时候 使万物成为美好 神的计划是完美的 这个信念呢 是冲突的 那就是他看到 在审判之处 有坚恶 在公益之处 也有坚恶 也就是说 像在法庭啊 这样 公益应该伸张的地方 有坚恶 有比方像 在圣殿这种 公益的地方呢 却也有坚恶 例如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什么些地方 应该特别好的地方 可是也有坚恶的存在 对于这些事情呢 索罗门王 他在十六节到二十二节 就开始讨论 十六节 我又见日光之下 在审判之处 有坚恶 在公益之处 也有坚恶 我心里说 神必审判 义人和罪人 因为在那里 各样事物 一切工作 都有定时 十八节 我心里说 为世人的缘故 是神要失恋他们 是他们觉得自己 瘦一样 十九节 因为世人遭遇的 瘦也遭遇 所遭遇的 都是一样 这个怎样是 那个也怎样是 气息都是一样 人不能强于瘦 都是虚空 都归于于处 都是出于尘土 也都归于尘土 谁知道人的灵 是往上升 瘦的魂 是下入地呢 二十二节 故此 我见人 莫强如 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 因为 这是他的分 他身后的事 谁能 使他回来 得见呢 这里 索隆王 并非 是 无知 他在 做以色列君王的时候 他在日光之下 他看出来了 因为人有罪性 最完美的地方 像是审判之处 像在法院 最公义之处 就算是这样 在圣殿里面 都有 坚恶的存在 那么 可是 他 知道 神 所造的万物 确实是会在 适当的时候 成为美好 并且 神的计划 是完美的 所以他明白 有两件事情 他看出来了 第一件呢 就是说 神 他要审判一切 在 恶人和义人 他都要审判 虽然 不是立刻审判 但是 在今生呢 神一定会 做出一个审判 第二件事情 他看出 神让这些 审判之处 和公义之处呢 有坚恶呢 也是为了人的缘故 他知道 是神要试验他们 是他们觉得 自己 瘦一样 人 实在是 比瘦呢 并没有高明 因为 瘦跟人 都是出于尘土 都要归于尘土 如果 没有神来审判 如果没有神来 照管这个 这个世界 来管理人间 一切的事情的话呢 那么 救人自己呢 人实在是 跟瘦是一样的 这是第二个目的 那么 在十七节 他说 我心里说 神必审判 义人和恶人 因为 在那里 各样事物 一切工作 都有定时 这就是神 允许 在审判之处 有坚恶 在公义之处 也有坚恶的 第一个原因 因为神 他在以后 现在虽然没有 立刻审判 但是神在 以后 他会审判的 必定会审 因为 所罗门王 他心里知道 因为在神那里 在那里 各样的事物 一切的工作 都有定时 那么审判呢 神要审判 一切的工作 和一切的事物 所有的 甚至于 坚恶 在审判之处的坚恶 和公义之处的坚恶 神也要审判 而第二个 让神让这些事情 存在的 第二个原因呢 十八节 所罗门王说 我心里说 为私人的缘故 是神要试炼他们 使他们觉得 自己 受一样 因为 世人遭遇的 受也遭遇 所遭遇的 都是一样 这个怎样使 那个也怎样使 气息 都是一样 人不能强于受 都是虚功 都归于一处 都是出于尘土 也归于尘土 在审判之处 有坚恶 在公义之处 也有坚恶的 第二个目的呢 就是这样 上面所说的 让人觉得 自己跟受 一样 让人要谦卑下来 因为 私人遭遇的 受也遭遇 所遭遇的 都是一样 这个怎么使 那个也怎样使 气息都是一样 人不能强于受 都是虚空 所以 人在 神要思念世人 神思念人的时候呢 他是给 世人一个选择的 一个能力 如果世人选择 不把神 放在他的 决定 决责之中 做考虑 而是照着自己 来决责的话呢 那么因为人有罪心 他必然是会在 就算是在 法庭之中 也会有些 奸恶 在最公义的地方 像是圣殿啊 等等 也是会有奸恶 那么这样看来 人如果 不选择 神给他的计划 不接受 神给他的安排呢 那么人实在是 没有比受更高明 那这种 不公义的事情 在 法庭 在审判之处 在公义之处 这种 奸恶的发生 就可以证明 人跟受是一样的 主离开了神 人实在是 不比受更强 而且 因为这个原因呢 人跟受呢 都是一样的 都是虚空 在日光之下 一切的事 都是虚空的 而且呢 他们的归宿呢 都是一样 都是要 归于尘土 一个地方去了 那么在21节呢 所罗门王 他用一种 修持学的方法 就是Rhetorical 的一种方法 他说 谁知道 人的灵 是往上升 受的灵 是下入地呢 也就是说 如果不把神 考虑在内 那么谁知道 人死的时候 谁也没有看到 他的灵 是向上升呢 受死的时候 谁也没有看到 他的魂 是下入地 谁都不能证明 谁知道呢 谁知道怎么回事 死后的事呢 谁知道呢 这是他所要表达的 一个概念 人跟受 死了之后 都是一样的 故此 我见人 莫强如 在他 经营的事上喜乐 因为这是他的份 他身后的事 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 在这里呢 所罗门王又劝人 掌握今生短暂的一生 要在他的劳碌中 喜乐 在神的恩典下 神给赐给人的恩典 神的计划 是要使人享受 在今生 享受他劳碌中 因为是神所给他的一个 命定的份 那么在他身后的事情呢 这个 是他不知道 没有人能使他回来 再看到他死后的事情 人跟受都是一样 都是只有活着一次 短暂的一生 在第三章中呢 我们又看到 所罗门王 重复在第一章和第二章 所提到的一件事情 其中呢 包括 第一呢 人要敬畏神 第二呢 就是神使万事 重复的发生 第三呢 人要把握今生 因为人只活一次 人在今生中 要顺从神 接受神的安排 享受神 赐给人的福分 在人的劳苦中呢 要喜乐一生 第四个呢 他又说 神会审判 在今生呢 神一定会审判 义人和恶人 审判一切的事情 那么这种审判的概念呢 到了 传道书最末了 他又把它引申到 神在永恒中 神也有审判的 神也有审判的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以上所讲的是 刘志忠在2005年冬季所讲的 旧约传道书第三章的讲章 下边要讲的是 旧约圣经传道书第四章 时间是2006年春季 是由刘志忠所传讲的 传道书第四章第一节开始 所罗门王又 看见日光之下所发生的 一切的欺压 在第三章十六节 他看到 有奸恶发生在审判之处 也有奸恶发生在公义之处 他发现在这个掌权 在这个法庭 这个地方有奸恶 在宗教的权力中心 像是可能是圣殿啊 这些公义之处也有奸恶 这些掌权之处呢 有奸恶 现在到第四章开始 他又看到 那个被掌权者所欺压的人的 这种状态 他自己 他是有很大的心的一位 君王 还有从神来的智慧 但是呢 他并不是一个盲目不知事态的人 他了解 这个他观察在他国内的各处 他是看到有所谓欺压 有掌权者不信公义 像兽一样的在滥用权命 他也看到受欺压的人的状态 那么在这里呢 第四章开始 他并不是以一个智慧的君王 来做一个这些事情来宣告他的一个判断 而是他是以一个传道者的立场 来宣告这些事情的实在发生的一个事实 第四章第一节 我又转念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 看啊 受欺压的流泪 且无人安慰 欺压他们的有势力 也无人安慰他们 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 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 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 就是未曾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 比这两等人更强 在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所罗门王他以一个传道者的身份 来陈述这种欺压的事实 他是有非常的怜悯之心 怜悯这些受欺压的人 而且他心里是非常悲伤 为这些人伤痛 这些受欺压的人 他没有权势 那么也没有人敢安慰他 因为若有人安慰这些受欺压的人 连他们自己也会被这些欺压者 所欺压 所以这些受欺压的人 只有流泪的分 那么他心里就认定 他说哎呀 死的人比活着的人强 因此他赞叹那已经死的人 因为那些已经死的人 这个欺压就从他的身上挪走了 其实欺压的人像野兽一样 不但没有将人被创造时的崇高性 就是照神的样式和神的形象所创造 这种属神的性情 神的样式神的形象 非但在欺压的人没有展现 反而像野兽一样 实在是非常可悲 也是不幸的事情 而神至终是会审判这些欺压的人 至于那些未曾出生的胎儿呢 根本不必在这个世上经历 这么多的邪恶的事情 因为罪进入了世界 那么人一生下来 就要经过这些罪恶的世界感染 或者是欺压人 或者是受人欺压 都是非常的不幸 所以他认为 那个没有出生的胎儿呢 比那活着的人 或是那已经死的人呢 都是要强过他们 第三章呢 他所下的结论呢 就是二十二节 他说 故此我见人莫强如 在他经营的世上喜乐 因为这是他的份 那么这个结论呢 也可以隐身运用在 第四章里面 所叙述的事情 比方说第四章第一节 到第三节 所述说的那些现象 其中所阐述 那个一切的欺啊 那些受欺啊 那些惨状 那么相信之下呢 如果能够在神的恩赐之下 能够享受他经营上的事情上 得到喜乐 得到享受呢 那么这是他人 在日光之下 最强的 最高明的一个状态了 相信之下 人是在被受欺压的时候呢 就没有这个福分的 那么人在欺压人的时候呢 同样也是没有得到这种福分的 这时我想到 有一些近代的科学家 或者是社会学家 他们所高举的进化论 他究竟是进化论呢 还是把人给退化到 跟兽一样 甚至于比野兽多不如 说是弱肉强食 适者生存 这就是进化论 他以一种无神论的这种想法来把人退化到跟兽 甚至于比兽更不如 这是很悲哀的一个理论 但是确实有很多人 却盲从地接受 真的 人如果不把神放在他心中 没有敬畏神 不相信耶稣 那么就算是 非常聪明的一些科学家 他的高举的也不过是 像是进化论这样 弱肉强食 适者生存 把人给退化到跟与野兽相提并论 甚至于比野兽更不如 像是从什么无生物啊 有机物这样一路演化出来 简直是荒唐 荒唐的很的一种理论 因为人里的神实在是 是虚空的虚空 找不到答案 找不到意义的 所罗门王传道者 他倒不是这样的一个绝望的一个人生观 他认为 那么敬畏神 尊从神命令的人呢 他就会在他经营的世上喜乐 因为这是神所赐给他的分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 在第三章里面所提到的 这种人跟兽死了之后 灵魂上升下降的这件事情 我们当然在圣经中有其他的启示 知道人的灵是永存的 那么基督徒的灵魂呢 在死的时候呢 就到耶稣那里去了 那么他在第三章呢 他所要表达的 倒不是这个 这一些事情 他所要表达的就是要去 人就是说人在死的时候呢 生命就没有机会再来重新活一次 所以他就要劝勉人了 今生呢 他要好好地为生而活 那么不要跟野兽一样呢 就是死的时候就结束了 那么因为人在今生所活的 在永生上呢 还是有价值的 只要他是照着神的计划 照着神的命令来活呢 那么他就是跟有别于野兽的 从传道书第四章第四节开始 到第四章的结束 十六节 所罗门王提到三件事情 他认为都是虚空的 也都是在捕风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人劳苦呢 他的出发点常常是错误的 第一 他的出发点可能是 极度他人的成就 那么第二个呢 他看到的事情是虚空 也是捕风的呢 他认为人劳苦 另外一个出发点 是为了 也是错误的 他是为了贪心的缘故 所以他说这件事情呢 也是虚空的 第三件事情呢 他认为是虚空 是捕风的 就是人常常在日光之下 劳苦的另外一个错误的出发点 就是为了他要 使自己能够 成为有特权 能够提高自己的地位 而劳苦 那这个出发点呢 也是错误的 也是一种 捕风 也是一种虚空 传道书第四章第四节 我又见 人为一切的劳碌 和各样灵巧的工作 就被灵色嫉妒 这也是虚空 也是捕风 愚昧人抱着手 吃自己的肉 第六节 满了一把 得享安宁 强如满了两把 劳碌捕风 四节中说 人各样的劳碌 和各种灵巧的工作呢 都是灵色基督 而这种基督别人的成就呢 却往往造成人去努力劳碌 做各样灵巧的工作的一个出发点 那么这个出发点呢 却是错误的 而这种基督呢 也使得人们的各样劳碌 和各种灵巧的工作呢 成为虚空 成为捕风 这里所说的灵巧的工作呢 就说一个人呢 他有能力完满的达成他所做的工作 但是呢 这却造成他灵色的极度 而使得他的工作呢 成为虚空 捕风 没有意义了 当然在这里说 龙龙王用一切和各样的工作 这个一切和各样呢 是一种文学上的夸张表达法 虞美人抱着手 吃自己的肉 虞美人呢 因为他没有这种灵巧的这种 智慧 也不愿意去劳碌 所以他双手抱着呢 在那边消耗自己的生命 这边说 吃自己的肉呢 也是一种表达的方式 他的意思就是说 虽然虞美人呢 他不去劳碌 但是呢 他虽然是在消耗自己的生命 可是他却没有那种 造成别人极度于他 那种劳碌 相对于这种劳碌呢 虞美人呢 可能好像还是 得到了一些安息 但是呢 他的传道者 他的主要目的是说 在做各样的劳碌 而使灵色极度 以及像虞美人那样 不去完全不去 思考去做一些 或是达成一些事情呢 两个中间呢 有一个中庸之道 那么就是他第六节所说的 他说 满了一把 得享安宁 强入满了两把 劳碌捕风 各位亲爱的听众 我们的时间又到了 谢谢您的收听